特区政府正传促于各个土地来源增加房屋供应。未来焦点落在明日大雨及新界中地上。财政预算案昨日亦在这方面着脈。其中明日大雨预计今年第四季提出初步方案。政府正研究精简程序以提前填海及单位入伙时间。 政府消息人士只会提早约一年时间。此外,政府亦以初步倾向在洪水桥及元朗物色土地兴建多层工业流域,安置棕地作业,以释放棕地潜力,明年会招标首幅可供多层工业流域使用的土地。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作表示。明日大雨的相关研究已于去年6月展开。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可以提出初步方案。政府正研究精简程序。 争取进一步提前原本在2027年展开的首阶段填海工程。以及首批居民在2034年入伙的时间表。 政府消息人士指。希望能提前一年。即2026年开始填海。首批居民2033年入伙。消息人士续说。以往填海前要先定立分区计划大纲图。 初步构思是两者并行。一边填海一边做详细规划。 精简土地程序下月将提交立法会。陈茂波表示。政府会在明日大雨的相关研究中进行财务评估。 探讨利用不同模式及融资方案。包括考虑是否采用发债或公司型合作等模式推动发展。 另一方面。随着多个大型新发展区项目推展。区内不小中地作业难免受到收地影响。 陈茂波指。政府委托顾问公司作投资意向调查后。 初步倾向在洪水桥及元朗物色地点。利用市场力量。 发展以物流及汽车维修行业为主干。兼容其他合适用途及受收地影响的中地业务经营者的多层工下。 明年将公开招标出售第一幅相关土地。 政府消息人士指。目前葵冲及荃湾两区已有类似多层工下。调查显示市场对此类物业发展感兴趣。 政府消息人士指。日后会有特别条款协助中地作业者升级转型。 构思是否需预留地方与受影响作业者。 而租金及租期上亦会听取业界意见。 看看有没有一些特别为作业者而设计的方案。 至于密室地点的详情。 面积及具体条款内容。 今年中会向立法会提交详细建议。 除密室地点搬迁外。 政府也构思其他措施帮助业界。 包括中地作业者如果自行密得土地搬迁而需要作成规程序。 政府会特别提供咨询服务。 也会找政府土地作临时租约用途特别吸他们镜头。 让他们顺利搬迁。 过去已推出五幅相关土地。